10月4号 听众朋友好 我是江峰 英吉利海峡 北边是英国 南边是欧洲大陆上的法国 这两个大国历史上就一直在掐 13世纪掐到18世纪 中间有两次百年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法国派兵援助华盛顿 率领殖民地的大陆军抗击英军 后来1783年 美国赢了 跟英国的这合约还就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里签订的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1865年 法国人就很热情啊 就说 哎呀 我们给你们一个礼物吧 庆祝一下一百年前 我们一起把英国人给干饭了 美国获得独立 美国人说那感情好那就来吧 送我们礼物吧 法国雕塑家巴特勒蒂到了美国 提出了这么一个设想 说要创造一座巨大的铜像 作为美国独立的象征 大家都很赞同啊 法国 美国两个国家一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来筹募基金 就等着巴特勒蒂出方案了 1834年出生的巴特勒蒂原来学的是绘画 年轻的时候 他有一次到埃及旅行 在看着那金字塔了 看着那尸身人面相了 哎呦 这心哪 这受到强烈的震撼 彻底的改变他的艺术风格 他发现原来什么呀 这光画画根本达不到这雕塑 就特别是这种巨型的雕塑 才能赋予他这种淋漓尽致的这种艺术灵魂感 他梦想要做一做世界上最高大的塑像 这下得饶了 他准备给美国建一座自由神像 1869年巴特勒蒂的这个草图设计完成了 自由女神穿着古希腊风格的服装 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 七道肩芒 象征着七大洲 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 左手捧着独立宣言 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 象征着挣脱暴政的约束和自由 1871年6月 巴特勒蒂坐着船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 19世纪末不是还没有通飞机呢吗 越国大洋的运输工具只有轮船 纽约港是美国东部沿海最大的港口 进出美国的大多数旅客都要经过纽约港 巴特勒蒂坐着船缓缓驶入纽约港的时候 他就注意到距离港口三英里外有个岛叫做贝德罗岛 他看到这个岛平整 位置突出 是放置塑像的理想位置 因为所有进出纽约港的船只都得经过贝德罗岛 他非常高兴地得知啊 另外 纽约州议会出于港口防御需要 已经把这个岛转让给美国联邦政府了 所以只要美国联邦政府同意在这里竖起雕像就可以了 巴特勒蒂会见了纽约各界的名流 而且还拜访了当时美国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 就是南北战争中北军的司令格兰特将军 见面后就说了 说您好 格兰特将军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草稿 给格兰特将军看 然后打开行李箱 露出一个小模型 只有一个小模型 大小只有威斯基酒瓶那么大小 格兰特一看 这威斯基酒瓶大小的模型很高兴 贝德罗岛作为雕像的选址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那么叫个啥名啊 格兰特总统就问 巴特勒蒂就说了啊 就叫做自由照耀世界女神 哦 很好 努力 谢谢总统阁下 您觉得建造这个雕像需要钱 这个费用 总统说 好 很好 继续努力 没答应给钱 这美国人喜欢这塑像的名字 更喜欢他的自由女神的设计 但是一谈到拿出钱来建塑像 一片沉默 巴特勒蒂还是空手而归 后来这个法美两国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呢 就决定首先在法国筹集75万美元建造塑像 以后呢 再由美国方面筹款十万美元来建造塑像的那个底座 这么大家约好了 就开始分头行动吧 1876年 第一笔捐款筹集到了巴特勒蒂开始建造他梦寐以求的塑像 这巨大的塑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怎么把它立起来 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钢铁开始使用了 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塑像的骨架结构 巧妙的解决了这个塑像力那么高啊 迎风不倒 这个关键问题 十年之后 这个工程师用了相同的技术 在巴黎设计了世界最高的铁塔 这个工程师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 埃菲尔 当女神的手臂和火炬都做好以后啊 巴特勒蒂就把他们运往费城 参展筹钱 当时跟大家说 花五毛钱 五毛钱啊 大家就可以爬到这十米高的火炬平台上 两年之后呢 女神的头部完成之后呢 巴特勒蒂用同样的方式在巴黎展出 然后集资 尽管这个展览引起了公众的热情 但是一人五毛钱 离需要的资金还差得很远 近乎绝望的巴特勒蒂又不想让自己的梦想半途而废 于是呢 这艺术家被逼的变成了一个聪明的商人 他开始和筹资委员会说 咱们哪向全法国公众卖彩票 得奖的人的可以获得 由我亲自签名限量版的自由女神像的模型 更诱人的是 头等奖啊 还可以获得艺术家本人巴特勒蒂本人的两件雕塑作品 到了1879年底 巴特勒蒂成功的在法国筹集到了完成塑像需要的75万美元 充满热情的巴特勒蒂全身心的投入工作 塑像渐渐成型 1884年塑像完成了 这个时候距离巴特勒蒂第一次听到自由女神像那个想法已经过去了19年了 这次他设计的铜像是一个代表古罗马自由女神的女子 他头上的王冠上的依然七个钳刺 代表着七大洋七大洲 他站在一对手铐铛之前的右脚微抬 显示他正走出压迫和奴役的枷锁 巴特勒蒂发现塑像完成了 另一个大问题来了 什么呢 他刚刚得知大洋的那边美国方面那个雕像底座 答应要建的那个雕像底座 连根影都没有 当年欣赏他那个跟威斯基酒瓶一样的模型的那个 喜欢喝酒的格兰特总统早就不当总统了 这时候的美国政府陷于经济危机当中 一直不赞成自由女神像的这个项目 国会呢 国会呢也拒绝了十万美元建造底座的建议 纽约导师原先还批准了五万美元的资金 但是到了州长那里最后一刻 给否决了 媒体也是纷纷的泼冷水 当时纽约全国的百万富翁们就没有人为塑像倡议 没有人捐款 这个时候 好像已经走到了绝处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用自己的方式筹集到了足够的资金 建起了女神像的底座 这个了不起的人物叫做约瑟夫普利策 普利策呀 小时候是随父母从熊阿利移民到美国的 17岁的时候呢 跟那个他的继父不和 17岁的时候他又离家出走了到处流浪 也没认真读过书 后来呢去当过骑兵还当过随船跑远洋去捕猎鲸鱼 也当过这个像酒店的 饭店的这个服务生在他平凡换工作呀身无分文的这个日子里面 他唯一不变的是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图书馆里 在图书馆里特了不起他一个人啊 他自学从一字不识的文盲到成为了一个作家 最后呢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记者 1878年的时候31岁的普利策在《胜路易城》呢 而即将面临失败的时候 他却看到了三个机会 第一为塑像筹资 第二增加的报纸的发行量 第三利用他的报纸呢 去讽刺鞭挞富人们的自私 这三项怎么样做到的呢 普利策想了个好办法 他在最新购入了一份报纸叫做《纽约世界报》上宣布 他将把任何给自由女神向捐款人的名字印在报上 哪怕你只捐一分钱我都把名字给你印上 集资目标就是底座建设需要的这十万美元 因为每个捐款人不都想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报上吗 所以后来全美国都想知道 捐款的进度有哪些人捐了哪有多少钱 现在捐到多少钱了 结果这《纽约世界报》成了西半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普利策的这份号召和策略 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五个月后的一天 普利策在《纽约世界报》上宣布 用大大宣布 十万美元自由女神像底座集资胜利完成 当时总共有十二万人捐款 平均每人捐款金额咱们一算 八毛三 聪明的普利策用这种方式 成就了自由女神像 也成就了他的报业生意 在他去世的时候 用他的捐款设立的普利策奖 就成为了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 1885年8月15号 分装成214个木箱的自由女神像到达了纽约的港口 75名工人爬上高高的脚手架 用三十万只锚钉把自由女神像 大概是一百块零件钉到他的骨架上 到了十月中旬的时候 自由神像的终于全部完工 女神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 左手捧着1776年7月4号的独立宣言 自由女神像 建起来或是高46米 加上混凝土制造的这个基座 总高度达到了93米 重了225吨 进出纽约港的人们在很远就能够看到这座塑像 1886年10月28号 那你既然建好了嘛 就得有一天要接幕了嘛 所以这天定为纽约的公众假日 大家都可以来放假来看自由女神像接幕 当时大约有一百万人聚集在纽约哈德逊河上 观看自由女神像的接幕典礼 在贝德鲁岛上自由女神的这个脸包裹在 红白蓝法国三色旗的幕布下 法国给的礼物嘛 最后要接幕嘛 先保持一点神秘感 塑像的脚下拥挤着美国总统 当时是克里夫兰了 还有他的全体内阁 在找到了当时美国 这特有意思啊 这口才最好的一个参议员 他叫做埃佛特 让这个埃佛特来为这个塑像制揭幕词 选的他因为他口才好写的好 那么设计是这个巴特勒蒂站在最顶上 站在自由女神的那个头冠里面 黄冠里面 负责为自由女神像最后拉动绳子 把那个三色旗给放下来 那个时候你想没有扩音器 也没对讲机嘛 快一百米高的窗口到下面 下面说话声音完全听不见 不知道下面进程如何 怎么通讯呢 只能用小旗 巴特勒蒂在地面上安排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你听啊 你听那个埃佛特参议员 你听他那个致词一结束 你就挥动手上的手卷 巴特勒蒂在上面一看的小孩挥动手卷呢 就拉动绳索 把那个三色旗给放下来 河面上的船呢 一看到三色旗下来 就开始鸣笛 就这么约好了 庆祝仪式即将正式开始 埃佛特参议员开始了 他准备很久的精彩演讲啊 刚说了两句 Ladies and gentlemen 太激动了 他停下来换气 捣不过气来 那小男孩一看 停了 演讲结束了 就开始摇动自己手上的手卷 这巴特勒蒂在这个顶上想的 这美国人就是好 不虚伪 两句话就结束了 奋力一拉 三色旗飘然落下 露出了自由女神光亮的脸庞 顿时海面河面上气笛长鸣 礼炮轰鸣 鼓跃其奏 这埃佛特参议员一看这场面都傻了 我这还好几页纸没读呢 演讲的精彩部分没开始呢 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庆祝了 他看着欢庆的人群 无奈的走回自己的座位 实现了自己梦想的巴特勒蒂回到法国之后 又创作了不少大型的雕塑 1904年的10月4号 历史上的今天 艺术家巴特勒蒂在法国的巴黎去世 相年七十岁 贝德罗岛后来被正式更名为自由女神岛 Liberty Island 1984年 自由女神的铜像 这个国家纪念碑 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在花岗岩构筑的神像的基座上 捐刻着美国女诗人艾玛写的一首快知人口的诗 《心巨人》 上面写着 让那些因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气 而经历长途跋涉 已经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的人们 相互依偎着投入我的怀抱吧 我站在金色的大门前高举自由的灯火 自由女神像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了 对成千上万个来美的移民来说呢 自由女神是他们摆脱旧世界的贫困和压迫的保证和希望 历史上的今天 巴特勒地 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天赋 一座雕像有着自己的神采 一个国家有着神给予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